和珅朝堂上真正的对手是谁? 纪晓兰根本不值一提,而是这两个人。 小熊每天带你了解历史中不为人知的秘密,欢迎订阅。 乾隆皇帝活着的时候,和珅在朝堂上是没有对手的。 虽然和珅掌握大权时,有王杰、董告、刘庸、朱龟、乾峰等人同和珅对誓干, 但是没有一个人是和珅的真正对手。 因为和珅是乾隆皇帝的第一红人,乾隆皇帝一死都可以称得上和珅的对手。 因为和珅已经没有了靠山,嘉庆皇帝要除掉他, 所以任何一个官员弹劾他都可以要他的命。 不过虽然和珅在乾隆皇帝活着的时候处于无敌状态, 但是还是有政敌的,和珅真正的政敌不是刘罗锅,也不是纪晓兰, 而是这两个人一起来看看吧。 这两个人就是王杰和乾峰。 我们先来说说王杰,王杰,清朝的状元,陕西人, 王杰出生于1725年,少年成才,乡市直接考了第一纪元, 后来参加会试又考了个探花。 电视时,乾隆皇帝见王杰自继, 术法,工整清秀,便把他剥为第一, 成为了清朝陕西第一个状元。 王杰中状元后, 山东学子还不服气,出了个对联, 要考考王杰。 上年是孔子圣,孟子贤, 自古文章出奇鲁, 王杰立即对达道,闻王昭,武王墓,而今道统在西秦。 从此,山东学子都很尊敬王杰, 中了状元的王杰屡次升任, 乾隆39年,1774年, 人行布侍郎后又转调吏部, 着生幼都御史, 乾隆51年,1786年, 出任军机大臣, 上书房总师傅, 乾隆52年, 王杰又升任东阁大学士, 监管礼部, 家封太子太保, 王杰入军机处后, 经常同和珊做斗争, 还经常挖苦和珊, 让和珊下不了台。 有一次, 和珊拿出一幅水墨画, 请王杰一起观赏, 王杰为讽刺和珊贪得无厌, 便用双关语说, 贪图财力的风气居然到了这个地步。 和珊听罢, 无言以对, 只好兴兴离开。 还有一次, 和珊为了讨好他, 在议政后拉着他的手, 开玩笑地说, 状元宰相手果然好, 王杰说, 这手只会做状元宰相, 不会要钱, 有什么好处。 和珊也想除掉王杰, 可是王杰太过廉洁, 让和珊无处下手。 有一次, 和珊听说王杰老家有三王府。 和珊以为王杰在老家有豪宅, 于是弹劾了王杰, 可是王杰毕竟是乾隆的学生, 是他亲自点的状元, 乾隆还是挺慎重地派人去调查。 结果, 调查的人说王杰老家的三王府, 原来是当地人就其姓氏及排行, 而作为一种开玩笑的称呼, 乾隆知道后, 很高兴, 还赏赐给王杰一些银子, 修缮一下老家的住宅。 王杰同和珊斗争, 是当时朝堂都知道的事情, 所以, 嘉庆皇帝掌权后, 想要扳倒和珊, 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王杰, 王杰也努力收集证据, 最终查明了和珊贪污纳会的种种罪状。 和珊被抄家, 而和珊家产哲银净达八亿余两, 相当于朝廷十余年税收的总和。 嘉庆皇帝时期, 王杰没有太大的成就, 因为他已经年老体弱, 想要归隐, 嘉庆这次给他一把乾隆御用过的手杖和御指师两手, 以表尊敬和器重。 嘉庆九年, 王杰并逝于北京, 嘉庆帝至继闻, 赐银两千两, 这荣亲王至丧, 赠太子太师, 侍后文端, 入四贤两子。 再来说说乾锋, 乾锋, 乾隆三十六年, 一七七一年, 近世, 虽然乾锋官制不大, 只是江南道的监察御史, 可是他一直是个痛恨贪官的清官。 乾锋曾上书弹劾过陕西总督碧园, 山东巡抚国泰等人的贪污淫私案, 并且在国泰案中, 乾锋不怕得罪和珊, 最终把国泰绳之以法, 震惊朝堂。 在国泰案中, 山东巡抚国泰是和珊的党羽, 乾锋查到国泰贪污国库的库银, 弹劾了国泰。 乾隆派互不上书和珊, 左都御史刘雍与乾锋一道前往山东查办此案, 国泰事先得到和珊的通风报信, 早早做了准备, 他向商人借来许多银子, 凑足了库存数量, 以掩盖库银严重短缺的真相。 谁知这一切没有瞒过乾锋的眼睛。 乾锋开封检查库银, 发现库银多半是商家的杂色银, 与橙色十足,色泽明亮的躺音不符, 于是国泰贪赃亡法, 造成国库短缺的罪行彻底败露, 最终把国泰绳之以法。 不过因为国泰案, 乾隆皇帝不大喜欢乾锋, 以后一直没有受到重用, 乾锋56岁时又准备弹劾和珊, 却突然病死在北京云南会馆, 据说是和珊堵死的。 在乾锋诊下, 发现了奏本底稿, 写了几千字, 开列了和珊罪状二十多条, 不过乾锋死后仅仅五年, 和珊也倒台了, 被嘉庆处死。 除了王杰和乾锋, 也有一些大臣同和珊暗斗, 比如刘庸, 也是在国泰案中坚持处理国泰, 算是同和珊斗争了一次。 不过平时刘庸还是很少招惹和珊, 因为刘庸虽然是大学士, 但是他不是军机大臣, 同和珊处事比较少, 算是没有资格同和珊叫板, 所以刘庸只能算, 不同和珊同流合污而已, 真正同和珊斗争的时候很少。 至于纪晓兰, 则更没有资格同和珊斗争了, 纪晓兰只是协办大学士, 权力很有限, 并且纪晓兰很少参与朝政, 乾隆皇帝从来不认为纪晓兰有大财, 所以纪晓兰争斗的资格都没有。 另外, 董告和珠龟也在暗地里同和珊斗争, 董告和珠龟处处维护嘉庆皇帝, 在乾隆当太上皇的时候, 和珊没少同乾隆说嘉庆的坏话, 不过董告都可以轻松化解, 让乾隆不去怀疑嘉庆皇帝。 综合来看, 和珊是乾隆皇帝的第一大红人, 乾隆皇帝活着的时候, 和珊几乎没有对手, 因为无人可以撼动他, 即使阿贵是首席军机大臣, 也因为被和珊打击得不敢反击, 阿贵晚年为了自保, 只能不搭理和珊, 装聋作哑, 王杰虽然同和珊斗争最激烈, 可是对和珊的伤害实在太小。 刘庸和董告也只是暗地反对, 季晓兰更不值得一提, 因此乾隆不死, 和珊无人撼动, 嘉庆皇帝都是傀儡, 别说大臣了。 回到开头, 我们了解一下和珊。 和珊, 清朝有名的贪官, 被称为贪污之王, 乾隆皇帝后期的重臣, 乾隆皇帝最欣赏的大臣和红人。 作为乾隆朝的宰相, 君基大臣, 大学士, 和珊的功名并不高, 他是八旗子弟, 父亲是福建副都统长保。 但是和珊三岁的时候, 母亲因为生弟弟和林难产去世, 父亲长保在和珊九岁时也去世了。 和珊同弟弟北加丁福阳长大, 和珊长大后, 考上咸安宫, 八旗子弟学习比较优秀的学生上的学校, 和身经通满, 汉, 蒙, 藏四种语言, 更通读四书五经, 更得老师无省亲, 无省蓝喜爱。 不过参加科举考试, 和珊是失败的, 举人都没有考上, 没有办法科举之路行不通, 只能以文生元, 承袭父亲的三等轻车都尉, 和珊后来入选三等侍卫, 得到接近乾隆皇帝的机会, 就这样和珊开始发迹, 历任乾清门侍卫, 御前侍卫, 郑兰秦满洲副都统。 乾隆四十一年, 一七七六年, 和珊才二十六岁, 就已经升任户部幼侍郎, 郑二品高官, 同年进入军机处, 成为军机大臣。 和珊也开始身兼述职, 不过他也遭受了人生的第一次滑铁炉, 被吏部尚书永贵弹劾, 和珊降职使用。 不过, 很快和珊再次反弹, 通过处理云贵总督李世尧案, 和珊很快查明了李世尧贪污的罪证, 最终完美地完成了乾隆皇帝交代的差事, 和珊升任户部尚书, 位列从一品。 通过李世尧案, 奠定了和珊的地位, 并且李世尧案得来的钱财, 多半被和珊私吞, 再加上乾隆皇帝的赏赐。 和珊开始感受到, 权力和金钱带来的快感, 慢慢堕落, 开始腐败。 乾隆皇帝还把石公主只给了和珊的儿子, 封身殷德, 从此和珊的权势更大, 百官争相巴结他。 和珊的官越来越大, 吏部, 户部, 兵部尚书, 和珊都当过。 后来和珊升任文华殿大学士, 仍然监管吏部和户部。 和珊还结党营私, 控制科举之路, 当时的很多进士都是和珊的人, 从而形成了一股很大的势力。 但是乾隆皇帝却对和珊很信任, 因为和珊可以不用动国库的钱, 就可以给乾隆搞到下江南游玩的钱。 和珊首创异罪银制度, 这样犯罪的官员可以交钱免罪, 和珊从中获得了好处, 同时也可以给乾隆皇帝下江南游玩, 提供金钱支持。 当时阿贵是首席军机大臣, 并且常年在外征战, 和珊一人掌握军机处的大权, 同时和珊还把阿贵的儿子制罪, 让阿贵不敢同他作对。 等到乾隆皇帝让位给嘉庆皇帝后, 和珊的权势更大, 嘉庆皇帝属于傀儡皇帝, 权力在和珊和乾隆。 当时乾隆皇帝年老体弱, 别人都听不懂乾隆皇帝说什么, 只有和珊可以听懂。 于是上朝时, 和珊站在乾隆皇帝身边, 帮助乾隆皇帝传达旨意, 发号施令, 嘉庆皇帝在旁边不敢说话, 所以和珊被称为二皇帝。 不过当乾隆皇帝死后, 嘉庆皇帝立马就拿下了和珊, 先让和珊处理太上皇的丧事, 收集证据, 直接处置了和珊, 最终和珊被勒令自尽。 从和珊的一生来看, 乾隆皇帝就是他的护身符, 乾隆活着, 没人敢动和珊, 和珊也没有对手。 当然, 即使和珊如日中天, 仍然有一些正义的官员同他队一干, 这其中王杰同和珊斗得最狠。 然后是乾锋, 不过乾锋官直低, 人微言轻, 刘庸只能算暗地的同和珊斗。 请不感 这 Chronicles。 crushed边编、 笑你一片往珊斗ng,